前几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让狗狗幸福的一个方法给他们来一场马杀鸡 其实针对狗狗的按摩理疗还真有不少人在研究 一些主人觉得用推拿按摩治疗脊椎方面的疾病似乎比用药更安全 推拿按摩听起来就像中国功夫一样是传统文化 关于脊椎按摩大家知道多少呢 今天小盟君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解密这个神奇的存在 为什么脊椎对狗狗的身体健康那么重要 骨科医生认为骨骼是整个身体健康的基础组成 它支撑着狗狗整个身体并保护着身体内的重要器官 而骨骼中还包含有神经组织 骨骼加上运动系统让狗狗可以欢快奔跑 跳跃做很多运动 所以对于狗狗骨骼系统对于它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是脊椎按摩疗法 宠物主应该了解哪些 常规来说 脊椎按摩疗法是一种非药物的宠物保健法 常规用在治疗骨头错位 保持调节身体平衡 包括先天自我愈合调节方面 骨头错位有很多种 有可能是关节功能障碍 有可能是运动不当导致 又或者可能是玩耍时不小心伤到 通过高速推动将错位的骨头推回原位 归附正常 其实和人类的正骨相类似 例如有时候因为错位导致狗狗会剥形 因为剥形可能又会牵扯到其他神经疼痛 而通过脊椎按摩将错位复原后 不单剥形不再有 而因为错位引起的其他部位疼痛也会跟着一起消失 调节身体平衡 脊椎按摩被认为是可以 保持狗狗体内结构的稳定和平衡 这个是通过调整或消除 外部环境刺激来实现的 而其实就是通过按摩神经 消除对神经的压迫 使狗狗放松舒适 同时也消除神经功能方面的疼痛感 就像人有时候因为神经疼痛 会去进行推拿按摩 狗狗其实遇到这种情况 也是可以通过按摩来缓解的 促进身体的先天自我愈合能力 狗狗身体本身会有自我愈合的能力 例如不小心磕到了 他们因为忍耐力够强 可能不需要吃药就能恢复 而适当的按摩 可以帮助他们的这种自我愈合 让身体能够更快的适应过来 恢复到健康状态 他也有次就是不小心摔到骨盆了 医生说不吃药就静养 然后后期还帮他做了些推拿 也加速了他的痊愈 脊椎按摩 严格意义上来说 算是疾病的一种辅助治疗手法 主要是用来缓解疼痛 在狗狗的骨关节炎 小便湿劲 肠胃炎 椎间盘突出等疾病时候 用脊椎按摩治疗 可以缓解狗狗的症状 减轻疼痛 不过 并不是所有病或者狗狗都适合用推拿按摩 在做这个按摩治疗之前 最好了解下狗狗的病史 对狗狗的四肢骨骼也要做相应的检查 通过观察狗狗的行为取 动来看他是否适合进行推拿按摩治疗 科学养宠 上句小萌 每天不间断养狗知识解决你的疑惑 帮你更好养狗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